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红豆泥的朋友们 问了红豆泥什么的问题呢? 面对金钱负债 我应该怎么做? 这个问题很好哦 怎么做? 重点在做 该怎么办啊 烦恼啊都没有用 现在第一件事情 你的金钱模式 要由负转正 逆袭负债的决心 同时间你有三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 当然负债的时候嘛 要还这个钱 缴那个钱 然后生活又要有很多的钱要支付 只要你有这个决心 存在宇宙都会来帮你 关关难过 关关过 要有这种心灵的耐力 跟心灵的韧性 第二呢 你一定要去改变 过去那些 负向的金钱模式啊 贷款啊 借钱 或者是过度消费 乱投资 这些负向的金钱模式 都要一一逐步的去改变 第三 在你的生活中 你如何开始进行 金钱收入的稳健生活 有三个很重要的金钱模式的建立 金钱呢 要健康安全 并且呢 这个钱呢 要幸福快乐 有时候 你赚钱赚得很痛苦 再多钱 你也会觉得很累 以及呢 丰盛有益 好的钱哦 会带来安全平安的生活 丰盛有益 就是一个钱呢 正向的流动 这三个重点是 我们每一个人在负债问题里面 要追寻的核心价值 在面对负债的时候 有三件事啦 是平行的 同时要发生的 还有三个内在价值观的心法 这样才可以协助大家呢 好好的度过负债的挑战时期 当你穿越了 翻越了这个挑战 你会成为一个富有富裕的人 直音 好 1234 你选几呢 我选一 选一的同学 选一这张幸福卡叫做 幸运之心 基本上啦 选幸运之心的朋友呢 你也没有多大的负债 但是万一啦 你觉得你有负债的话 最近啊 你们有一个机运 可以让你们有机会 透过这个机会啦 来解决这个 你们觉得有压力的 小负担的负债 那你们就好好的去解决 既然你是一个哦 有一点点负债 就压力很大的人 你就一定要遵守一个原则 请你不要创造任何负债 这样子就好了 因为你们只要有一点点负债 就压力爆棚 就提醒你们大家 生活当中呢 你们不适合创造任何负债 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四的同学 选四这张幸福卡叫做 大卫之心 你们解决负债最好的方法 现阶段就是 学会赚钱的方式 而且哦 是赚小钱 只要你会赚一百块 那么你一定有能力赚一千块 你一定会建构你有能力赚一万块 千万不要先想着你要赚一万 十万一百万 你一定要能够从赚小钱开始 金钱的能量就是从一分一毫开始建立的 那它会建构你养成赚钱的实力 所以今天开始朝向这个方向 你也会爱上这种感觉 一定要养成自己赚钱的实力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三的同学 选三这张幸福卡叫做 第三言 其实你们现在做的事情 是会成功的 它最大的问题是 现阶段比较难看见成果 那如果你现在又有负债 你又在做这种没有成果的事情 你有可能自己会越做越迷茫压力越大 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 不在于说你做这个东西很对啊 在不对的时候 做对的事也会是错的 你要不要改变一下策略 先呢把这么远大的目标梦想放一边 开始做一些当下会有收入有成果的事情 这是你应该要选择的 因为有时候压力反而会破坏 毒害你的梦想 我们先来面对这个负债的问题 会让你呢产生全然全新的自信 面对当下的问题解决那个困难 平衡了负债之后 你会开始发现自己充满了自信 所以你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你的自信 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才会创造对的成果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2的同学 选2这张幸福卡叫做蔚蓝的天 蔚蓝的天代表你其实是有资源 你有一些人可以求助 可能是你的父母啊 你的长辈或是你的贵人 比较权威的 他们有能力可以帮你解决这个负债 那有两个问题你自己要面对跟处理 第一个权威啊在帮助你的时候 可能态度不见得很好 人家数落两句你就不爽了 你就不开心了 好你的钱我不要 你自己负债没有解决 有时候我们接受那些权威者 有实力的人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本来嘛展现你的谦逊啦 是必须的 第二呢权威者在协助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诚实 对这件事情不能有所隐瞒 太多人就是有目的的请求 有别人协助 然后呢有一些不能说的秘密 都没有说出来 等到下一次 你需要人家在帮你的时候 他说你都不诚实啊 权威者希望我们都能够坦白从宽 你跟他们的关系呢 也会建构在 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你是一个谦逊谦卑的人 他们会常常不断的哦 可以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协助你们 现阶段如果你有负债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你的负债 那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健康安全的金钱生活 也能够学会让你的金钱世界呢 是幸福快乐的 让你的钱是丰盛有益的 负债很辛苦 不过请大家哦 一定要养成这个心灵的耐力 好好的去面对 好好的去穿越 逆袭 改变它 加油 GoGo 拜拜 下次再见